11月7日严亚伦突然被爆料是同志,还痛时劈腿三男,形象一度受挫,被网民怒哄,同性不可耻,扎财可耻。 但是爆料新闻疑点重重,严亚伦经纪人指出三张照片严亚伦的发行不一样,并非痛时期的照片,而所谓B男和C男的亲嘴照片,根本是同一个人。 粉丝认为爆料者选在台湾婚宴平权公投敏感时期让事件见光,屈心火测。 还有人发现所谓的受害者串联爆料来来去去都只有B男艺人,不可尽兴。 严亚伦发出的道歉声明并无为自己做出澄清,只坦言没有处理好私生活,我曾经对人付出真感情,但在结束时没有好好的处理导致事情演变成如此也是刺激始料未及的,我对我造成伤害的人感到非常抱歉。 虽未正面出柜,但默认他与男性曾有过恋情,如今事情再有进展,主角中的B男性深受访,排原事情所有经过,护航炎亚伦梅劈腿,强调交往时间无重叠,并在访谈过程中,心疼表示,其实我还是很爱他。 时间点 B男透露自己是在今年8月和颜交往至10月底分开,并表示A男和颜是从2016年交往到2017年,C男则在2017年底跟颜交往到今年初分手。 谈到颜亚伦劈腿事件,并难接受《苹果日报》访问,自称还是大学生,现年21岁,两人2018年暑假期间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强调出面说明,只是不希望外界误解同志圈感情复杂。 据B表示,颜真的没劈腿,2016年至2017年和A男交往,后期数度提分手,A仍纠缠不清,甚至言辞激烈,2017年底C男出现,进而交往。 B表示自己和颜交往后,A男看到他社群照片是在颜亚伦房间拍下,便私讯他提供亲密照表示自己才是颜的正宫,并难当下崩溃以为自己是小三层崩溃,之后颜主动秀出对话记录,才知道全程经过。 A男向B要了跟颜的照片,我就先传给他看。 不过B事后跟颜对质,颜也出示和A男对话,明确表示自己多次提分手,但对方,A男,一直不想分,还认为自己跟颜亚伦排斥在一起。 被问到是否会合颜复合,坎言现在无法回答,只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他,只是不知道还能否继续爱下去。 有传言亚伦因这一次的感情风波后身影,许多人找不到他,令粉丝担心不已。 大陆微博流传一张粉丝私讯颜亚伦IG的截图,图中对话提到,报道说华言找不到你,你在干嘛,颜亚伦账号回复,我外婆在加护病房,简单的几个字不难看出他心情的沉重。 考量到截图真实性,Either day星光云,向有人关心情况,获得证实颜亚伦的外婆的却生病了,有人透露,面对外婆的病情及这次事件,颜亚伦心情很沉重,而蜡烛两头烧的颜妈妈虽然没有多说实了,但心情是既心疼又无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